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论语洋货篇》第二十节 这里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鲁国人叫儒碑 这个儒碑呢 想要见孔子 孔子就以自己有病为理由 推辞不见 叫一个人去传话 说孔子有病 传话的人刚出门 孔子又取过来一种乐器叫色 边弹边唱 就是故意的让儒碑听到 其实他没有生病 那孔子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孔子这么做 肯定是这个儒碑 有些地方让孔子很反感他 所以孔子不见他 而且除了不见你之外 还刻意让你知道 我是故意不见你的 表示这个儒碑 孔子对他很感冒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一种解释方法 孔子不见 然后故意取色而歌 他在表达一种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 因为我们上文说过 天不说话 但是天一直在教导我们 所以孔子要表明这种不言之教 那我们的生活中 对孩子也好 对我们身边的人也好 有没有一种不言之教呢 好 我们再来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孔子有一位弟子叫宰我 他认为孔子提倡的福丧三年 时间太长了 他说如果三年 那大家吃什么呢 是不是 旧的骨已经吃完了 如果三年要熟丧 不做什么的话 那我怎么 我吃什么呢 所以他说一年就够了 那孔子就说 你觉得一年就够了 如果你心安 那你就去做吧 你心安你就去做吧 我也不强迫你 孔子呢 事后就批评载我不忍 孔子为什么说 要熟丧三年呢 那是因为啊 古时候孩子断奶 离开母亲怀抱的时候 是三年断奶 所以呢 要熟丧三年 有这种的习惯 我们还不要说 我们的父母养育我们 就算他如养我们的那三年 我们怎么样报答这种恩情呢 所以在中国的古时候的孝里面呢 就说守孝三年 古人特别看重这个守孝三年 如果有老皇帝一死 新皇帝还没有就位之前 丧事没有发布 他们要先办婚事 第二天再发丧 否则就违犯理智 问题是 你后面再办这个发丧 那前面还有心情结婚吗 不过他们看这个丧礼 守丧 比看婚事还要重要 特别注重这种的守孝 孝道 我们今天倒不是说 我们就得完全效法这种做法 而是说古人看重孝 我们也应该看重孝 看重孝 只要我们的里面的态度 是看重孝的 就算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底下 我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去做 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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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